字幕志愿者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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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智库通的Fintech全方位 現在大家都觉得 电子支付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已是习惯成自然 虽然对我们来说 用得方便 但作為一個經營者 如果要做整個系統和平台的話 其實都要付出很多時間 今天就和兩位經營者一起談談 Linda 你好 你好 Apple BHS 你好 其實你們很早期就開始 我們這兩三年大家覺得沒有現金 似乎很方便 亦可能是衛生的問題 我也覺得是令自己安心一點 2014年開始做很多研發 到2017年正式在市場上推出給大家 但當時應該整個大環境還未很成熟 但現在店商大家都會覺得 基本上是手機在手 任何時間7x24都會做網上救命的行為 我也想問問你們 其實如果說到現在 既然都是這麼密集地去網上做消費的話 其實對於物流 或者對於電子支付 整個系統 可否說負擔或者需求量 增加了這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 當然有機遇 但也有很多挑戰 絕對是 我們公司一路發展以來 其實在初期市場環境不太推崇 大家要在香港買方便 大家都習慣下樓下買就可以了 但這幾年因為疫症影響 大家的零接觸 或者對於網上消費的習慣已經形成了 我們認為這個常態 也是將來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系統服務顯得更加重要 因為整個電商的過程裏面 比如說物流 客服 甚至是很多支付的一些細節 都會影響消費者的感受 就是體驗 比如說你不斷買單 賣不到單 那你就會懵惰 然後就想 算了 將來再買 但將來再買 可能就喪失了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公司能夠 由17年到現在 一直很認真地去研發 自主研發這些系統來都符合 所以在這兩年的而 而且確深受很多商家的歡迎 因為幫到他們的手 亦都令消費者覺得 原來現在網絡購物 是更簡單更方便 但其實多了這麼多的商機 但同時 就是怎樣應付這麼大的流量 好像你所說 就是每個人每天買 有一些是如果遇上了 一些大型的購物接 或者是有消費券 那一陣子買得更密集 我們常常都會說 我真的中間如果是有個不好的體驗 其實它就去了第二處 怎樣去維持到自己的服務的水平 其實會不會說 系統你們都突然之間 要不斷地去升級 比起原先預計的進程要快很多 應該說這兩年的情況 令到我們那個服務 能夠真正被消費者討厭到 我們雖然是講快速 但其實資訊安全是很重要的 而我們公司來說 我們的資訊安全是我們最重視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能夠拿到業界高標準的一些等級 這些其實是令到商家或者是消費者 在這個使用我們系統的過程裡 他們得到安心 是的 我們很重視的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系統其實都是雲端的 所以在雲端支付的時候 其實對於處理流量 其實可以承受 就是應付一個大流量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是用雲端的技術去處理所有的電子交易 所以說那個技術其實已經是升級了 這個其實我們很早期在2019年的時候 已經將整個銷子放上雲端 這個也是我們準備去應付 即將來的一個支付世界的一個雲端的準備 你們基本上就是最近這個電箱世界 因為真的要為他們提供很多不同的電子支付 匯集在一起 讓我們其實是更加方便的 但你們走得那麼前走得那麼貼 可不可以就你們的觀察去講 其實現在電箱是進入了一個什麼階段呢 好像剛才Linda說 不會說因為疫情過去就回頭 因為其實都變成生活習慣 現在是否一個真的比起以往 更加可以形容為一個黃金的發展期 這部分我們是很同意的 因為疫情培養了大家的生活習慣 培養的意思是指 以前可能你還不想去接受電子商務 但是這兩年大家就慢慢接受 當然也多謝政府的推動 因為譬如我們的消費券派發都是用電子商務的一些 線上的模式來支付 令到大家的便利性是很突顯的 效益也很好 將來的電子商務一定是爆發期的 但是也都因為消費者的消費模式改變了很多 譬如以前消費者買東西 一定是貨比三家 不吃虧 有了網路之後可能大家還會上網查一下價 但是其實現在這個消費模式也都改變 年輕人很講求即時性 或者是發言式的消費 什麼意思呢? 很多消費者可能在無意當中 他收到一個訊息說 他想買的東西現在優惠當中 或者是說他突然間被提醒 需要購買這件事 他可能不記得 但是很多訊息提醒了他之後 或者在一些他生活當中接觸到之後 那他經常是即時性 即現在我就要付錢 搞缺了這件事 所以變成 比起傳統來說 我們現在支付的服務 就更加先進和快速 我們甚至用一個收費連結 就能夠解決了商家和客戶之間的距離 甚至可以更快速地去賣單結束 當然我也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有個客戶 那他就想買一隻招財貓 那他上網看到一個網站有這個產品 也都去到這個商家 即是店舖 就說我要下order買這個 但是當場就沒有辦法 因為原來沒有貨了 原來買完了 對了 那現場賣完之後 商家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加個Whatsapp 加完Whatsapp之後 有貨我就通知你了 對不對? 傳統來說 你要回來拿貨 或者再現場埋單 但是以我們公司現在最新的技術 就已經可以 當商家和客戶 有加了Whatsapp之後 那貨到之後 商家只要在Whatsapp提醒他 就是說 現在貨到了 即是社交平台上提醒他 貨到了 那他就可以即時透過一條link 來賣單 那商家也可以即時 將他想要的禮品 或者是商品 寄給客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令到整個對話式的 服務就變成訂單式 可購買的訂單 在一對一的服務同時 其實已經完成了這個訂單 令到電子商務 變成社交商務的一種模式 那這個也是最新的趨勢 即是模式的轉變 還有效率的提升 即過後可能我還要 我要記得我想買這個東西 然後自己時不時去看看 他回到貨後 或者你有時會收到他電郵通知 但你也要重新落單 將所有東西濃縮 即一個步驟做的話 其實就好像令到他有個急切性 亦都令到商家和客戶之間 其實更加建立一個緊密的關係 那客戶就不會覺得 經常都收到一些廣告 但那些東西可能對他沒有用 反而就是商家提醒 你客戶到了 那我給你連結 你便可以埋單 而他的埋單方式 亦都可以根據消費者自己的選擇 不是指定用哪一種 只不過是這個服務 即支付的收費連結 令到他很方便去埋單 然後就可以進行這個交易 很有趣 過往可能純粹的一個電商消費模式 變成要滲入一個社交的元素 其實就是利用社交平台再做多一步 但其實有這麼多不同的模式 以前我們就聽到 即是Offline和Online 現在又說Online又要去Offline 即是因為兩種 就不可以說只選其一 要兩者一起結合 有BtoB又CtoB又BtoC 其實你們接觸這麼多電商 電商真的想做的話 怎樣才知道哪一個模式適合自己 我們這裏的看法就是 因為生活模式的改變 消費模式的改變 以前真的只是開間網店 或者開間店舖 可能你就做到生意 或者甚至丟少少廣告 你就可以做到營銷 但在現在就算 好像你剛才說的 那麼多社交媒體的環境之下 其實開間店舖 你已經要去全方位 然後全到位 是的 那收費模式也有很多種 五花八門 那你就更加需要一個好的系統 那這個就真的可以幫到它 那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做的 我們都很注重整個消費的體驗 那所以消費者究竟 他怎樣可以令到他更加小步驟 去完成整個消費的過程 都是我們希望幫助商戶 例如商戶 他怎樣去Onboarding 怎樣簡單化 而他一個可能有不同的店舖 有不同的店舖 有網店 那怎樣可以一閘式 開通所有的消費 而令到他的消費 令到消費者怎樣無縫地去做到整個支付 都是我們去不斷改善的流程 是的 也就是說現在 譬如說我們現在 消費上面有很多種方式 不同家 不同店家 國家 很多種 那如果你逐個逐個去完成這個連結 那商家是很煩惱的 那所以由我們公司能夠自主研發這個技術 令到很貼地 能夠符合香港的市場需求 那真正商家只要商量跟生意就可以了 後台支援這些就有我們來幫忙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想作為消費者 就減省了很多的程序和步驟 去買得開心或者有一個好的體驗 但其實作為營運商 就是做一個網店 其實他們都需要有一些的繁複程序 令到他盡量簡化 否則好像Linda所說 我要統計十幾二十樣東西 其實又不知哪一道出錯的話 其實可能就令到他們的生意做不到 不過如果說到網購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電子消費 你都見到就是一個新的趨勢 但怎樣去做好網絡安全的部分呢 待會回來再跟大家聊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Fintech全方位 剛才跟Linda和Pitches都說起 其實大家在追求網購體驗的時候 又要快又要有效率 又要說有沒有社交和商家的聯繫 但還有一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其實就是安全性 因為就是錢來的 全部都是任何一種電子支付方法 無論是信用卡 還是一些電子錢包 其實大家都會很擔心 究竟在一些大的平台 可能他們整個系統 保安功夫做得了 但現在我們見到 其實有很多的小商店 在網上那些 究竟他們又是否真的把關把得好呢 就是我們的資料 輸入了之後 以前很害怕 即使用卡 究竟他們會否這個網頁 就不知道有甚麼方法 保留下資料 明明我下一次都沒有想著買東西 他們都可以用相同的資料 我想問Pitches 其實你剛才說 很多東西都已經是一個技術提升 安全性方面 其實是否都已經有一個改善 其實我們公司很注重這個系統安全性 至於你說網上購物的安全 其實很多時候購物的時候 其實現在各種的卡件 都有現在叫做VDS2 2.0 就是你看到平時你都會收到一些 SMS去提供你 亦都有一些就是說 其實現在會更加注重一些 就是你的消費的Pattern 即你的消費Pattern 你平時交易的那個 在哪裡消費 你現在身處在哪裡 然後你將卡在Isua 那這些都是一些Pattern 就是幫你去識別 其實這一筆是一筆 你覺得你的發卡行 然後你的新處地 以至你的消費地 其實三方是不是中間 有一些問題在這裡 所以其實現在會多些 在那個 就是會幫消費者去識別這些Pattern 至於在商家方面 商家我們就會 其實現在例如一些 可能一些就算小商家 會將所有的安全都交給我們 即我們會協助他們去改善 可能他們自己系統的安全 也都我們自己最重要是 將Payment那部分交給我們 因為我們是Payment的專家 所以選擇一個安全的機位是很重要的 其實真的好像你所說 因為就是 大家都會擔心 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個 程序當中 是自己的電腦買東西的時候 自己的手機是被第三方 可能是黑客入侵 還是其實是商家保存得不好 還是其實是電子支付那一方 真的要找問題的時候 就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 但如果現在做多了 那麼多網絡安全的時候 譬如一些雙重驗證 你覺得是否都會幫助消費者 如果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因為現在大家都注重 而且我們更加緊張 所以其實令到消費者 我們會在多重驗證 用多重驗證的方式 除了Beaches剛才所說的 比如商家的聯絡資料 比如地址 或者是消費的地區 甚至是核對 尤其是核對這個環節 比如有手機的簡訊 驗證碼 甚至是自己的密碼 當然現在生物辨識的方式 比如指紋 頭像 這些其實就很難去 仿制或者模仿 相對來說 就消費者端是安全的 而商家的部分 當然要選擇一個好的系統 來協助它 我們會做足這些安全的機制的方法 既然這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 大家又回到一個核心的問題 究竟來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條件發展成為無現金城市 我們看到一些地區已經很成熟了 我就說香港其實算是起步慢 但我發覺香港真的有一個特色 就是起步慢不要緊 其實追得很快 這兩三年會不會都有過 很明顯急速的增長後 其實條件已經越來越充分 是的 如果以我們公司來說 2017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自製研發很多的技術 真的在這兩年就體現到 幫到商家也幫到消費者 我們認為將來這個趨勢會更加發展下去 而我們在研發上面 會更加符合消費者 更加貼地 令到商家也覺得方便 如果將來香港能夠有條件成為無現金城市 我們覺得真的要跟民生基礎開始 我們所謂的傳統的的士、街市 令到很多海外人士來到香港消費 都覺得便利 因為當它電子支付方便的時候 更加要有國際性的方式 令到海外人士來到香港 都會覺得我坐地士方便 或者是說我們平時的市民 他的生活消費上面 他都覺得簡便的方法 真真正正能夠做到無現金城市 你們就應該是最看得到的變化 因為其實都可以說是用了很多的時間 在前期的研發 即2014年已經有這個想法去做 但其實2017年推出的時候 你都說當時的市場不是完全是受落 或者是已經開始接受這件事 你覺得自己在做這個業務的時候 對比有多大? 我想就是2017年的時候 也都因為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系統 或者那個服務 他們真的要適應的 因為生活的改變 消費的習慣改變是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在我們系統 在香港研發 香港的專業人才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來 去符合香港市場來做研發的時候 所以當這兩年真真正正整整個全面化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可以提升這些技術來幫助消費者 在將來來說 能夠更加多人去接受 去使用 其實是需要環境的提出 政府的帶動 也就是說 當你的生活層面能夠很普及很方便 政府也都帶頭的時候 更加容易可以去實現這個理想或者想法 就我們公司來說 其實我們已經是準備好了 所以 而且我們是全一一去做到 令到市場來說 技術有了 要看回政府推動 那消費者 一定是因為我們技術和政府推動 它能夠慢慢轉變 這兩年的而有提升很多 那我們希望繼續有好的發展 一講開人才的話 就要問一下兩位 其實經常都說 現在是希望有更加多的人才 在金融科技當中 究竟真的夠不夠人呢 譬如你們的平台為例 在香港做研發 又用回香港的專才 其實幾年前 專攻這一個金融科技領域的人 其實不多 當然要去成就這件事的難度 其實都很高 找到一些懂得做的人 是的 其實這個 我們除了自己去培育一些人才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暫時來說 整個人才都很緊張 整個人才之外 這個是無法避免的 我想都是要向外 就是有一些人才都要向外去發展 是的 當然我們公司也都會有一些培育的過程 因為當市場上 就是教育 培育出來的人才 可能未必能夠即使用的時候 我們在體制內 即自己企業內都要去帶動 我們自己研發 然後自己去培育 當然在外面 就能夠吸引到 符合我們需要的 專業技術的人才來幫忙 不過目前來說 我們都是研發本地人才 即都是以培育為主 你們公司其實有次有多一個使命 因為一方面要做系統提升 另一方面其實希望多些相關的電子支付 整個系統的設計 可能工程師 這些都是要靠你們自己去培育出來 因為我們很強調在地化和貼地 即真正能夠符合香港人的生活 所以有時候不會隔一層 更加直接 所以要求是挺高的 進入了一個高速的增長期 也看到市場上的需求多了這麼多 電商的黃金爆發期 等不等同其實你們公司 也是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 下一個的計劃會是怎樣 我們希望能夠盛住這個趨勢發展 能夠提升更多 當然我們覺得最主要都是 剛才你提及的 如果整個環境或者社會的進步 令到整個電子支付 大家對於使用上的便利 或者是安心 更加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的而求可會發展得更好 其實金融科技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大趨勢 尤其是傳統金融服務 如果它不能夠提升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被淘汰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迎戰未來 對於未來金融科技 我們是擁抱的 也都希望能夠政府多些推動 或者媒體多些報導 令到大家能夠接受到這個數碼化的進程 那我們就完全準備好了 希望能夠幫助到整個趨勢的發展 對 因為我們作為金融科技 我們是支付的一環 所以我們前面有什麼改變的話 其實我們後面也會繼續去 或者去改變 去改變 令到前面的事情 令到整個過程 去到最後的時候 可以很順暢地完成 科技真是日新月異 雖然說了很多年 但其實你也看到 只是金融科技的變化 都可以很大 希望業界的努力 大家都可以令到生活更加之便利 謝謝Linda 謝謝Bitress 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金融科技的發展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你現在正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